美鳳 艾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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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伯 美鳳 艾伯 美鳳 艾伯 我在1972年的時候 到日本去留學 那當時我當然是找到田大學 專攻這個物流經濟 就是流通經濟 那時候 當然學校的課程之外 對我學習到最多的還是就是 整個社會的一個發展 因為1970年代經濟在日本來講 是非常成長的一個蓬勃的時期 所以在無論是剛才講的這些製造業 或者是零售業 流通業它非常發達 但是到了評審之後 變成是被很多的這個後來機上 比如說Microsoft或者Amazon 就是顛負了整個世界的一個經濟的基盤 瞬間的成功不是代表永遠的成功 我的看法是這樣 但是你如果真的很紮實的一步一步 我們講這個連倫經營的概念就是說 長出來的枝葉還有樹幹 樹葉是那個葉跡 還有它是一個大樹跡 它是一個就是看得到的 樹葉枝葉會掉落 它會隨著季節的變動它會掉落下來 樹幹是看不到的 樹幹的連倫是看不到的 它很紮實 但是它很紮實 原因就是因為它樹幹越來越粗 日本當然是不會像過去那麼揮煩 但是基本上我是覺得他們重視的就是說 怎麼樣子把自己的國家能夠做好 包括怎麼去照顧它的這些高齡化人口的一個到來 現在他們的議題大部分都是圍繞在自己國內 怎麼樣子讓這個社會能夠更安定更成長 不是說它一定要趕快的就是 我去跟其他的來對抗